关芝林曾经说:"什么样的男人我都试过。网友,敢这么坦诚都没有了。微向网。 关芝林是香港美女,年轻时候的容颜简直是倾国倾城,即使是现在已经54岁的她也能从五官上,看出当年精致的容貌迷倒了多少的男人。 关芝林美得像个芭比娃娃,张相十分洋气,气质中又妩媚又又风情,她就是关芝林。 香港才子黄瞻表示:"自己也算是见过不少美女,但关芝林最最特别,她的眼睛会放电。 她真的太有风情了,只要和男人对视,是男人都会自作多情的。 钟正涛第一次见到关芝林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有了这种表情。 关芝林的母亲是当年知名少士企业的女星张丁茜,父亲是第十一届瑞士洛加诺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的关芝林。 钟正涛回忆,当时她去探关山的班看到十四岁的关芝林,惊讶之情异于眼表。 都说人红是非多,那人美就是感情多了。 早期关芝林正当红也是最美的时候,曾经接受过综艺节目的采访,采访中关芝林的回答更让人有些接受不了。 采访中关芝林却落落大方的回音,你会不会心甘情愿做别人的情妇呢? 官,我什么都是过了。问,你真是别人的情妇都做过。 官,我什么都做过了,什么都是过,有女朋友的男人我是过,结了婚的男友我也是过。 替换高精大徒。 而她的理由就是,我想做就去做,没有考虑那么多东西,但是会顾虑到对方太太是怎么想的,不希望别人知道替换高精大徒。 意思就是,意思就是,不希望对方的太太太知道,但自己会真心那段不见光的感情经历。 哇,当年是不是因为太年轻说错话啊? 替换高精大徒。 而多年后,关之林在节目中被主持人,问到小三传闻时,关之林又谈到了她对小三的看法。 关之林说,我做小三不是贪图贤,只是碰巧男友有钱,她认为自己没主动就行了,我挡不住别人为我做什么。 小编觉得这是关之林自己的生活,人家有这样的资本,我们也不能说什么。 也有网友表示,干这么坦诚的基本没有了,对此你们怎样看呢? 在中国的书院,我在中国的高达认为自己乱风准备做一切。 中文文字幕发现最后一切的议会将最后一切 espiritual后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